《药书亚记》第八章第21节 《药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夺尿城》 《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崖城的人》 牧师想问,你之前信仰说到关于仇苦那部分 其实在你的信仰当中,仇的苦最大 但跟牧师相处,简直不觉得你在仇苦当中 你比我们更轻松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苦难当中 我们也会有点不安 但牧师这种轻松,完全可以带领我们 这种是否一种苦中作乐 就像尤牧师所说的,你会找到一个兴趣 而你在兴趣当中,就是这种乐趣 是你的嗜好,是你的乐趣 在这种乐趣当中,是否你很容易听到神的声音 所以当你面对受苦的时候 你好像都很轻松,好像打一场必胜的仗 使得你的嗜好、兴趣 是对你这种受苦的帮助也很大 其实有点要理解的就是 我们环绕着一个侍奉者 他人生当中的所有态度 是组合了他一生的态度 换句话说,简单来说 有些人会将自己人生当中很多的态度拆散 例如他对一些东西乱 或者教孩子不听话 他的态度很滑,很恶 他对自己的朋友也很好 他对他的工作也很严肃 他一路都会当成为 对孩子或者女儿很滑 都是其中一部分 但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们应该选择一种的态度 串通了我们所做的所有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你的性格 去 overcome 和驾驭你自己的环境 而事实上在这么多年里 我所发言 如我所说的 就是我发觉 和圣灵的对话 以乐趣方式 这样的态度 是最好的 因为有些人很着重 他如何面对人生的祭遇 或者和人相处 有些人甚至会考虑 为了没有那么多伤害 他会用游戏人间 吊儿郎当 这些态度去活他一生 但是那些人很明显 在心中是没有神 他最主要就是说 在心中所有这些物质 或者身边的人才是 是现实的 所以他就会衍生了 一个这样的 待人处世之物的性格 但是原来在信仰里面 其实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 这种以乐趣方式 和圣灵的对话 和去执行这个信仰 原来才是无往而不利的 为什么呢 其实原来没有圣经明写的 其实是没有圣经明写的 而是在事奉当中慢慢摸索出来 其实如果你有留意 听到我早年的信息 其实我早年的信息是很严肃的 例如你听说的名字 是很严肃的 但是我发觉 这种无论是私底下 或者是台上 这么严肃的信息是帮不了人 所以才慢慢去说这么多笑话 到后期 差不多每一篇 都是我只找笑话 都找了一个小时 然后列一些笑话 在哪个位置 就是这种乐观的方式 和有乐趣的方式 贯穿你所有事奉 即是你对一只动物 对自己的宠物 对自己的太太 对自己的子女 对自己的朋友 对自己的亲戚 都是用这种东西去贯穿它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这样可以 加力量给身边的人 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二十一节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 见伏兵已经奪了城 成中烟气飞腾 就转身回去 击杀崖城的人 主心人 有送风趣 轻熟后我心愿 现生命 要就出爱片 就出思将一万百千 做赞准你舍 尚大浪 似艳阳 红红 是方式 尚情意 将月星半仙 心透在我身体 尚暖冲 温恋带雨 行走到我身边 隆隆醒 照我星雨 夜里影光照耀 夹我人眼 让我心得力量持续分线 胜过绝天见 是方式 寻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